你参加过什么活动 会什么技能吗 我会陪你聊天 我会用人脸 能识别正在我目前的人的性别 年龄 还能观察你的面部表情呢 你看我现在是什么表情 不慷慨 这位美女明像起来的样子真好看 它的难点在于几点 第一个是 它不仅要接收语言的信息 而且还接收表情 就像刚才演示的一样 它会时时关注你的表情 然后同时它做的回应 会根据表情 来做一个更加自然 更加自然化的一个体验 人工智能其实通俗点说经历三个的这个时期 一个是人造 第二个是副制人 第三个是造人 事实上可能我们现在还是仅仅停留在 人造的这个阶段就是 如果我们要想将来发展 走向这个替代人 甚至是造人的这个 一直是人工智能的 所谓最终的一个目标 还有很漫长的这个道路 在前面的最新鲜的地币 每周都都在帮助 这次看一项 许到此外运 每周都在上海 全是在一项 3个币 每周都在深居 全给客战 是 また 那边 1个